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务者 我是今天的终奖教练刘教练 这节课我们接着来讲 杨成普先生留下来的太医圈食药 你自己按照这一块 你三脚肌如果说不用力 放松的你能把胳膊抬起来 我扶你 那除非你搂脚步这么打 你纯纯用肘打 这里不用力 对不对 你这只要往上 三脚肌肯定是用力的 你放这你就用意识响 胳膊起来胳膊起来用意识响 它能起来吗 这不是鬼扯吗对不对 还有 好我们从它后面往前打 你自己按在自己的三脚肌前竖和胸肌上 它只要往前运动 三脚肌前竖和胸肌 肯定是要紧张要收缩 要用力的 它不用力的 它不可能过来 简单说什么东西呢 力来源于我们肌肉的伸缩运动 而我们只要做运动 我们的肌肉都有伸缩运动 都有伸缩运动 就是都是用力的 你身体不可能说肌肉不收缩 你能让身体运动起来 这个是属于不扯的 所以说 用意不用力这句话 我们不要去相信 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呢 就是说 对于用意不用力这句话呢 我们要换一种思维模式去理解它 用意不用力这句话既然传承下来了 那么它肯定有它字面背后的实际意义 当然我们不能纯粹按字面去理解它 就照前面我们说的 如果我们纯粹用字面去理解它 用意不用力这句话就很扯淡 当然这句话既然传承下来了 那么它背后肯定包含有它实际的意义 在我学权的过程中 在我学权的过程中 就这句话 我曾经咨询过很多老师 咨询过很多教练 我自己也上网查过很多资料文章 也买过一些书 甚至私下里呢 我也和一些权友 和一些我的学员探讨过这个问题 最后得到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答案是什么呢 是指不多用力 什么是不多用力了 下面我们以肘肘腰部这个动作来说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不准确 只是举一个例子 大家不要较真 是一个例子而已 我比方说我这个胳膊伸出来 我这个胳膊重十斤 重十斤对不对 重十斤啊 这个是我运动胳膊的时候 我往后运动的时候 它是我的三脚肌厚处 和我的背后肌用力 那么我三脚肌厚处和背肌 就用十斤的力 把我的胳膊拖过去 就用这个力 把我胳膊 不多用力 或者说多用一点 我胳膊重十斤 我用四点一斤的力 十点二斤的力 最多用了十点五斤的力 就多用那么一点 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感觉了 是以翼为主导 就是说确实是 我脑袋想着胳膊往后一动 它就动了 而不是用什么为主导了 而不是用肌肉 你这时候想往后用力 这样这个力量就僵了 同理 我们这个胳膊 膊胰部往前推的时候也是 胳膊重十斤 胳膊往前推的时候 三脚肌前竖 胸肌用力 对不对 那么它就用十斤的力 把胳膊推过去 而不能用到二十斤 三十斤的力 这样出去 就僵了 这个指导是 不多用力 我们再以下滩来说 对不对 下滩这么做的 对不对 例如说我现在的体重 是在九十公斤左右徘徊 那么我在移动重心的时候 我这个力量 只要能吹动我的重心去走就行 我不能 这么强 这么弄 重心就拔了 重心拔烂了 那么从结构力上讲 它就破坏了我的整体结构 所以说 我的这个力量 只要能控制我的体重 不破坏我的整体结构就行 它就是不多用力 我这个体重 当然还是说 九十公斤左右 我用了九十公斤的力 能移动我身体的力就行 我不能说用了 两百斤以上 对不对 把我自己拔起来 整体力都错坏 还有这个腰也是 能转起来就行 如果你不多用力 你会发现 你运动的时候 是以力为主导 不是以力为主导 这个我们可以仔细去体会 你老想着往后发力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是以力为主导 你是老想着用力 但如果你是一时一动 从而去走 它是以力为主导 就像我这里有一个植物 有一个花 我以力为主导 这么抓过去 这是以力为主导 你就没有多想 如果想拿这花 这个手就过去了 它是很轻松的就过去了 这个是以力为主导 所以严格的说呢 用力不用力 这句话呢 我们如果在准确的时候 是它一直都是 不用在你做动作的时候 不用多余的力 不用多余的力 如果不用多余的力 就会形成什么东西呢 就会形成 以力为主导 就是说 你发力的时候 以力为主导 不是以力为主导 我从这举个例子 大家会明白 我学阳太拳 我们学阳太拳 它不是有个海底针吗 就是你做的时候 有这个海底针的动作 很多人一做这个海底针 它就会耸肩 或者腰就会往前探 为什么呢 它老想发力 要把肩耸起了 要把腰往前探探过去了 那个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 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 你这个海底针走到这里 你去想这个地上 现在有一百块钱 你赶紧去捡 还得人就出来了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是以力为主导 因为你老想到把这个劲打多大 打多猛 它有时候打不出来 当然到后期的时候 你一带到后期了 整劲练出来了 你可以去专门去练技 但是前期的时候 依照杨师太拳的要求 它要求自然 你不要刻意的去练力 就是老师说了 你专门想练力 你很难练出来 你现在就想着 答弹 我就想这根草 我赶紧去捡这个草 你看 滑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以力为主导 你只要以力为主导 身体的力量 自然就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 不多于用力 或者说 不以 不以这个 我们为什么 要不多于用力 要以力为主导 不要以力为主导 这个又涉及到内加拳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还探讨过来 内加拳练的是什么东西 用现代的这个语言讲 求的就是结构力 我们人体在用力的时候 你一旦用意识去控制局部 你看 我们以这个 还以这个海底针为例来说 你一旦用意识去控制这个局部用力 你看 这时候就只剩下胳膊了 腰胯腿都没有了 或者你用意识去控制腰胯腿的发力 手就没有了 当然这样也能练出一定的力量 但是它不是整支 它不斜小 可是如果你想到是剪钱 你看 你想到是剪钱的话 你腰胯腿胸肩背全身都动 它是一个整体力 也就是说我们用意不用力 它是要求我们通过一个自然用力的方式 找到我们身体整体运动的感觉 这个整体运动的感觉 用诡计全学离子剑老前辈的话 中的叫做大型同动局部之律 那首先就让我们来看大型同动这句话 我们的意识一旦放在局部 我们以打这个搂箱部为例 你一旦放在手上 它就只剩下手上的力了 你一旦放在脚上 就只剩下脚的力了 或者你手脚一块实力 它很难协调 手是手的力 脚是脚的力 它有时候不但不能形成一种 协调的整体力 它还叫做什么 互相侧肘是吧 那个是念侧的 就是它还互相牵制 牵扯游离 就是行不成整体力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不多余用力 在不多余用力 用以力为主导的时候 这个身体自然协调 力量就出来了 关于不用多余的力 让自己身体协调去运动 这种方法呢 我以前有一个学员 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他哪是跟我说 他感觉老师是为什么 他说是要让身体的关节听话 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 你意识放在某些地方 他就不听话了 什么意思 打扁还是说 我打这个褂蕎腰部吧 我们打褂蕎腰部 是要求周身关节听话 但是这时候 如果你把意识 全部放在胳膊上 腰胯就不听话了 你把这个意识 放在腰胯上 手就不听话了 好 甚至就是说 你把这个劲 全部放在手指上了 腰胯就不听 其他部位就不听话了 反正就是说 你开始这个意识 一旦固定地放在一个地方 周身其他部位就不听话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 不多用力 或者说用意不用力 以意为主导的方式 松柔的方式 让我们周身的关节听话 你像我做一个 褂蜥发力的 褂蜥二部 我做一个褂蜥二部发力的动作 给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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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力量是非常猛 对不对 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 你经过长期的松柔练习 就是用意识为主导 身体的周身关节都听话了 腿也听话了 腰胯也听话了 胸肩背也听话 手也听话 头也听话了 你一动整体重 这个时候你可以专门去练发力了 而且这个发力越练越大 越练越猛 比如说打这个踢足上市也是 越练越大越练猛 但是开始的时候你做不到 不信你可以射 你跨用的好力 手用不好力 手用的好力 腰用不上